69歲的人 娶這五歲的時候 實在很辛苦 自己我愛吃酒 裡面就用得很髒 因為投資問題 學校也有意見 所以我們今天就整個大動員 幫他打掃 慈濟志工的一番話 倒出這個隔代教養家庭的無奈 年近七十的徐先生 既要照顧智能障礙的老伴 又要兼顧五個外孫 居家環境根本顧不上 一進來就感覺 就聞到那個霉的 發霉的味道 那房門打開 我會發現之後 連地板上都會有 這是我們平常不會預見 我們自己家裡 不會有這種狀況 其實有一點小震撼 在仿濟志工的陪伴下 台北慈濟醫院新進員工 加入大掃除的行列 包括房間 客廳 浴室 廚房 每個點都有人用心整理 幫忙做清掃 然後把資源回收這樣 其實蠻覺得 看到房間整理好了 還蠻安慰的 還有很多需要幫助的人 對 就是需要大家去多關心 然後多幫助他們 對 因為可能他們沒辦法自己 處理這些事情 然後需要大家的幫忙 除了打掃居家環境 孩子們的投屍問題 更要徹底解決 會不會太燙 妹妹 副院長鄭進鋒 帶著另一批護理新人 幫忙除投屍 也做衛教 很感動 可以幫助他們 然後呢 就希望他可以治療好這樣 清理過後的家總算騰出了空間 徐先生的五個孫子 也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乾淨嗎 好乾淨喔 餅 再去時 如果起來 再去時 如果起來 這就可以 這五股粉 滾水辣辣的 這配飯 素香鬆 素鬆 對 配的 職工臨行前送上伴手禮 再給予愛的叮嚀 允諾這份陪伴 會一直持續下去 大家新聞 珍珊美志工 沈玉蓮 蔡永安 張一章 台北報導